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人生很快又多地狱 什么原因 因为你那些悟的稀气 三悟道的稀气没断 这个稀气的时候引发你造作罪业 那么你受命到了之后又回去了 就是《地藏经》上讲的 你到地狱好不容易碎手完你出去了 出去没几天你怎么又回来了 就是这么个道理 这样的人不知道有多少啊 佛菩萨救不了他 善言善语他停不进去 命中之后 命中之后 清军 我说 详尽方法来超度你啊 但彼之邪尽根深 因邪尽业往未能实力 以邪尽故不生真心 这是我们先前所看到的 今天我到众生 归身到里头的 出身到里面的 出身死了还变出身 啊 生生世世 他要还众生债 很不容易脱离出身事 啊 在现前这个事情 他们受的罪啊 差不多也受尽了 也就快受完了 所以闻到佛法 他能信 他生感恩的信 他真正念佛求生进度 所以 往往超度佛事当中 幽门界众生得度了 人没得度 啊 啊 因为明界众生得度的原因是什么呢 他的罪业很薄很薄 消的差不多了 啊 他的业接触受感动 所以他比人好多 啊 那么现在 人造的业 真的是太重 什么人 他根本不相信 啊 现在人 价值观 宇宙观 都是认为 只有一时 没有来时 啊 你说来时 说英国报应 他说那是封建时代 那些帝王骗人的 啊 吓唬人的 便于同志 啊 那不是真的 啊 那不是真的 所以 听人听人造出罪业 他不在乎 啊 虽然报应就在眼前 他自己见到 自己接触到 他不信了 他不以为那是报应了 在迷到这种程度 啊 这个就难了 必须要什么 必须要他经历地狱 魔鬼出身 啊 就像现在 有明界众生一样 要经过很长时间 再遇到佛法 他相信 啊 啊 这不断在循环 循环 重复地在演 啊 我们把这个四十真相 看清楚了 看明白了 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 欢迎订阅频道 开启小铃铛 也可以扫上方的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